我還記得我病發之前 我剛剛報了學化妝 專業的課程 學完第二課就進了床 我是非常喜歡化妝的人 我小學已經很喜歡化妝 可以不做的,你沒心機化妝 總到這樣,你化不化也很醜 我又想過我為何要繼續熬下去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我是Sepha 我是一個有紅斑狼瘡症的化妝師 我以前中學也是個沙灘排球員 以前很喜歡曬太陽 即使不練球都會去關曬 現在真的完全不能曬 因為通常曬完都很容易引致發作 或者會有敏感 現在外出,如果我比較濫 我就會戴帽子 但通常都需要戴帽子 會戴防曬 有時都要補防曬 未確診,但開始生病的時候 他一直覺得死肢無力 周圍的肌肉關節很痛 然後就發燒 然後你以為自己是感冒 當然是吃完這個沒什麼用 很快又發燒 由病發至確診中間 即是沒有任何治療 他只給我Panelot 是十個月 那時脫髮也很誇張 我脫了五分三 因為我本身是很黑很長 很厚 厚頭髮那些 我那時是病態到 我會數自己脫的一條頭髮 你是不停發我 沒有自己脫髮 沒有頭髮 女生來說 你對這件事很大困擾 然後臉都腫了 你認不到自己的身體很瘦 作為一個顧客 我不會想給一個不漂亮的人 幫我化妝 我會這樣想 所以那時我長期地想要戴口罩 有些人會覺得 你是不是不化妝 就覺得自己的說話不簡單 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我很享受化妝的過程 好像別人喜歡畫畫 你變成不能做那件事 其實都頗不開心 情緒都越來越差 甚至那時情緒差到 我有想過自殺 因為你很害怕 你又不知甚麼事 你是寧願確診 沒有人幫到你 沒有人不明白 甚至連家人都會跟你說 是不是你自己承認 因為很多事情是表面看不到的 有了這個病 聽過最難聽 都很好 你這樣頭一個月 公司又付錢 又出錢給你 你真是難聽過粗口 很想翻桌 聽到那一刻 我每次壓力很大 或者心情真的很差 整個身體的情況都會差很多 你在另一個方面想到 也是一件好事 不會那麼容易 很懷疹 很生氣 不開心 EQ高了 我覺得 因為我們看下去 真的不像有病 我現在不是斷了一隻腳 你很明顯看到 為甚麼開這個項目 我當時完全找不到關於這個病的東西 很難才找到 慶幸的是我自己英文OK 我就找到一個英文的項目 叫Lumpus and Me 你可以這樣傳一些inbox 給他問問題 或者你可以留言 然後人們會互相留言 你終於有人明白你的感覺 還有在那個地方 你找到很多關於這個病的東西 外國各個國家都有 各個國家都有這些association 為甚麼香港不可以有呢 我如果可以令到一個人感受到 終於有人明白我了 那個感覺 我覺得已經夠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